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悠悠 2019年9月23日星期一 本日星象 太阳进入天秤座 水星形土星与南焦点 是注重关系想法悲观的一天 本日事业运稳步上升的两代星座 白羊座和狮子座 白羊宝宝事业运超好 甚至有机会因为领导事业和贵人得一笔大财 狮子宝宝在工作中会有一个放松和平静的心态 有利于你工作任务的展开 本日感情最需注意的三大星座 巨蟹座 天秤座和摩羯座 这些宝宝家庭运势很好 在家里你会感受到其乐融融的氛围 跟父母相处也十分和谐融洽 天秤宝宝的桃花运不错 家人会非常操心你的终身大事 给你张罗相亲事宜 遇见优质桃花的概率较大 摩羯宝在感情上的运势比较好 有感情的会在今天得到升温 没有感情的也会在今天有比较好的运势 本日踩越最需注意的星座 射手座 射手宝宝你如果有其他方面副业的话 会给你带来一定的收入 前期的投资或者理财也会容易看待成果 再来看一下其他星座运势情况吧